男孩理科女神徐明在之前在戀愛節目HotSignal 3 因為長相秀氣走紅 去年她揭發男友南太炫甲保佑吸毒 沒想到如今徐明在也遭暴染毒 18日她和南太炫毛髮檢驗出爐 就呈現陽性反應 還沒也挖出徐明在以往的照片對比 發現她吸毒後的長相不停臉色變得暗沉 雙頰明顯凹陷 當時清舊的長相已經變掉 其實在她被爆出吸毒餘云之後 就有網友眼尖質疑 徐明在三年前跟現在長相不同 差點認不出來是同一人 而他們兩人在18日到警局調查 被問是否承認吸毒時 僅回應對不起 並表示會誠實就快步入局 被認為是默認罪行 還沒報導內文也呼籲民眾不要輕易碰毒 警告吸毒的後果就是這麼可怕 為何會做一個奇怪的故事 只會使得見ύ�commerce 封面的是 經過